15点16分了朋友们 给大家看看这个啊 挺吓人的啊 对个扬言 只需要知道你的车牌号 就算你的车在国外 也能给你解锁 情况考虑 挑战开始 好 请听好 第一个 这A MK 这A Z1 这A A9 这A V9 这A K2 这A C5 完毕 可以按了吗 不是 可以 我现在可以实行攻击了吗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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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经开了 啊 这么快吗 这就好了 汽车的鸣笛声响起来的时候 我就震惊了 我没想到会这么快 我在想说30分钟 无论如何也要等到10分钟 15分钟吧 这么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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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报警吗 这是报警还是解开了 解开 好 现在潘晓婷 请你在裁判的见证下 告诉我 六辆车的车门 是否全部打开 对的 我们现在六台车的车门 已经全部打开 好的 来 小孔给他解释一下 为什么那么快 因为我们整个攻击 是通过网络进行的 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连上网 就算这个车在美国 在别的国家 我只要知道它的车牌号 我一样可以 就用很快的速度 把它解锁 真的吗 我不懂电脑的技术 但是挺吓人的 以后大家的车牌号 都得小心了 这我是头一回知道 看来这个个人的各种信息 都要妥善的保护好 做好保密工作 不然的话 会有各种的危险 现在这个时代 这个科技帮助人 但是也能够害人 有问题的 但是我可以说 你这种人 我可以说